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逛一家稍微有一点远的苗圃 但是我发现他们家有好多的球篮 价格也非常的不错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是这个Australis 展示都还是挺好的 最近很流行这个Microfila 这个是我想了很久的一盆球篮 它也是一种Pubic Galaxy 跟我之前买的那盘稍微有一点不同 你看这个斑好美 我之前在另外一家苗圃看上了 结果结账的时候忘了拿 所以我就一直想 今天在这里碰见了很开心啊 它分别有4寸、6寸和8寸的盆 价格分别是15、30和50 但是每一盆都很满 长得都很好 难以抉择 不过这个Pubic Galaxy的千叉也是挺容易的 这里还有Kimson Queen 14块9、15块 有很多盆 每一盆也有很多猪 长势都还是挺好的 当然这里有这种像吊篮一样的8寸 是50块 大盆的8寸是80 4寸是20 情人节快到了 有开始卖这种爱心的Hoya 但是这种是不会长新叶子的 它没有节点就没有办法长新叶 这种Pubic Alyx呢 就是我之前买的那种 它的新叶会有一点这种深色 像酒红一样的颜色 QinQ8 6寸30 哇 这个球篮真的长势太好了 价格也很好 带井的卷叶呢 稍贵一些60 但是呢 它的状态还挺好的 这个会长得很慢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心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Sunrise 6寸才30 这个超美的 如果有足够的阳光 它的叶子会泛红 而且如果够好的话 可能会全红 非常的漂亮 两盆的状态都很好 两盆都想抱回家 当然这个小绿卷 也有这种小盆的6寸29 非常好的价格 因为它的长势很好 有很多的新枝 然后8寸的唇绿或者带井 都是80 8寸的Redusa 是50 很有特点的叶子吧 这里有个Princess和Queen的混搭 当然也有Lisa等等 太棒了 虽然这个地方稍微远一些 但是有很多的球篮 所以很喜欢 这个是之前我们也看过 它朋友小一些 是14 我又回来看一下这个 你看这个带井的好美 太漂亮了 赶快带走 免得一会儿回来又不见了 好了 今天逛羊补的时间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收看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